中国有56个民族 散布于新疆区域的维吾尔族 人人皆知 但维吾尔这三个字又是何意义呢 维吾尔族是中国古老 而且优秀的少数民族之一 最早可追溯至回湖人 属于隋唐时期铁勒诸步中的一支 后沉浮于突厥 突厥瓦解后 归顺大唐王朝 班时至乱时 他们帮助唐军平定叛乱 并因此监制金新疆一代 就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维吾尔族历史上的称谓有很多 四世纪史书记载为元和 六世纪改为维和 七百八十八年后才称维吾 并一直沿用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 之后还有维吾尘回等称谓 直到1935年才开始统一 使用维吾尔这个汉译名称 兴末子族中有一个叫 努日伯克的秀赛 一个一级行事官员 是他将由清出的威吾尔 计为威吾尔 听起来十分威武 接而新疆省政府便正式沿用了这个名字 不过一个民族要改名字 不仅仅是当地政府的责任 还引起了各方的激烈讨论 时任教育部长徐连指出 维吾尔不然好 但似乎维吾尔更合之 为即维护 无即我们 而即你们 这三字本意是联合 同盟 环节 协助的意思 广义言之 为保护国家之意 顾名思义当生爱国家爱种族之观念 自此该族即称维吾尔族 简称维族